听到张泽汉很多的歌曲 可能说近这一段期间的 我们听到的都是往可能内心的一些感受出发 那接下来你的新的作品 是否也是会往 继续的往你的人的内心去走呢 还是会因你的粉丝们说的 张泽汉可不可以多唱一些情歌呢 所有的如果是歌手要创作的话 所有的东西一定是从自己的心出发 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感悟 那遇到的人生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波折 一个挑战 其实是什么东西让张泽汉坚持坚信着 人啊就是对得起自己 然后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然后我问心无愧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或者我没有做错的事情 为什么要去折磨自己呢 不要把别人的错强加到自己身上 不要让未来流下过去的眼泪 就是人要往前走 像有这么多粉丝 还依旧这么努力地支持我 因为他们相信 因为我相信 因为他们相信 所以他们才会一直以来一直的支持我 所以我也会更有动力地去回馈给他们 之前是很专注在做演员 那现在张泽汉就是创作歌手 现在还会想要回去演戏吗 会啊 我觉得演戏就是像过去十多年 你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嘛 也是可能我是一个熟练工 如果对吧 马来西亚有很合适的机会 就是我也可以去 诶 今天把话放在这里了 客串 怎么可能只有客串呢 以张泽汉想要演的话 马来西亚的那些制作团队们 立刻叮收到了这个讯息 好 也可以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包括我也是去自己做导演 去拍了一个片子 就有很多艺术的想法或者艺术的追求 再来问的就是呢 粉丝们想要问的 张泽汉最近开心吗 很开心啊 我好像没有特别不开心的时候 非常有满足感 对于张泽汉来说 海哲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我觉得就是跟所有的粉丝群体 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他们又会像你粉丝 有的时候他们又会像伙伴 其实经常我都会有看粉丝的一些留言 或者说的话 不一样的人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和观点 会给我不一样的信息的反馈 就包括我会经常读他们的信 然后呢做了伙伴以后 然后又有时候觉得他们像战友 哇 这个路确实不容易 就是披荆斩棘 然后就感觉他们是你背后的这个力量 然后大家一起去冲锋陷阵 如果要我一个人去做 我觉得那是不可能完成的 但是如果身后有他们 我会觉得 哦 不管可不可能 我们都要去试一试 那最近还有在收集冷笑话吗 就是一个猎人对着一只狐狸 开了一窍 然后猎人死了 为什么 狐狸反抗 我怎么觉得你知道我自己的答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啊 我逻辑思考 应该狐狸会反抗吧 然后就杀了猎人 没有 因为他是反射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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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个 哈哈哈哈 张准汉的 肌肉 还在吗 还还还在 肌肉还在吗 因为也一直有运动 可以摸一下吗 蛤 手臂 你刚才的表情是 感觉我要去 我可以摸别的地方吗 诶 可以吗 可以可以 要用力吗 还是不用 好那你稍微用力一下 哈啰 马来西亚的粉丝朋友们 让我们在 My Big Show AIR3见 10月7号见 谢谢 谢谢张子汉